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请北本 阴冷的雨天 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 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 别忘了传递下去 传递温暖的你 很赞哦 装修前一定要看的八件事 看全包 一战式拎包入住 概念原创品牌 看价格 闭口合同一口价 看设计 护加300位高级设计师 看质量 质量不合格 该项目砸掉重装 看时工 护加严格遵循 红钻5.0时工工艺 看口碑 护加业注满意度达到98.7% 看售后 隐蔽工程长久保修 无限时 装修热键315 5个7 315 5个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伤到他脑子里面 不是我吹牛 他人 身陷其中 不是如山珍面膜 胡言乱语 居然有人信任尤家 最终发现 一切全是骗局 拿钱拿钱 什么事情就拿钱解决 我就发觉不对了 详情敬请收看 稍后播出的检查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检查风云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了解热点案件 寻求法律服务 和家人发生了矛盾 该怎么处理呢 家住浦东的郝小姐 她没有选择加强沟通 而是求助外力来解决问题 没想到 却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郝小姐原本一直跟哥哥嫂子 一起居住 生活中总免不了磕磕碰碰 当初是因为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 然后哥哥嫂嫂 大家都住在一块的 然后每天家里面都会吵得很凶 大家也是找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处理 但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经朋友介绍 到了她那边 就是想她那么厉害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郝小姐口中的她 是一个六十出头的女子 叶某 第一次见到叶某 郝小姐就被她所感动 那就像一个医生来帮你把脉一样 那你说吧 她既然问到是什么有困难 因为我对她首先没有防心 但是我其实我也不想讲 但是她这样问你了 就像一个医生说 你有什么地方是你不舒服吗 那你说说看 那么那我也就说 说到一般她哭了你知道吗 这个哭一下子让我在情感上面 她唰一下子她眼泪就下来了 郝小姐身边的不少长辈 当时都是叶某的朋友 在这样的氛围中 她放下了心房 就旁边阿姨说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哭 就是好像她对着你哭了 就那个时候 然后她一边哭一边说 她说你要谢谢这个阿姨 她说你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生你的妈妈 还有个就是我 她说你如果不是遇到 我就怎么样 然后我那个时候 就完全就不理性了 不理性的郝小姐 被叶某的自吹自擂所忽悠了 叶某是怎么吹嘘自己的呢 我们不妨先听听叶某的一段录音 有的人在地狱我也看到 因为我也去今天下去逛了一逛 我也看到为什么她会做仙人 仙人是怎么样子会做的 来历我都去调查了一下 这样的吹嘘 在郝小姐事后看来 自然是风言风语 然而却成了当时 急于解决家庭问题的郝小姐 严重的救命稻草 在叶某信誓旦旦的保证下 郝小姐上套了 她说你放心 她说整个上海没有人可以做到 就我可以做到 她那个就是保证 就是铁板钉钉的那个样子 让你就不容怀疑 然后旁边有很多人说 对对她真的是很灵的 你知道吗 就这样就 那么那我就试试看 然后我问她 我说那你要多久 她说保证一年 你看好你看好 那就试试看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郝小姐当场花了一万元 买了个叶某推荐的能量金字塔 希望能够化解家庭矛盾 她现场她就拿来了这个金字塔 然后她示范了一下 把这个金字塔打开 她对我说你要拿一个红色的指头 在上面写下你的心愿 然后再剪下你的指甲 和头发把它包进去 包成一个三 就是折成一个三角的形状 然后放在里面 郝小姐说 当时购买金字塔 是为了化解生活中的烦恼 不料自己花钱后买了个寂寞 金字塔在家里供了两年了 还是没有 家庭这个矛盾没有化解 然后她就幡然醒悟 觉得她是骗人的 然后就在群里面 给大家说她是个骗子 后来大家都就都报案了 因为 你不是第一个报案的 对 我可以说如果不是我 他们是还在这个窝没有端掉 因为真的那么多年来 所有人都看到她是很怕的 大家都糊里糊涂吗 不是糊涂 是害怕 就是 就是首先大家就相信她 就像我也会相信她 她是有这个法道的嘛 对吧 她就是无所不能 郝小姐是这起诈骗案当中 第一个报案人 除了她自己报案 她也呼吁其他的受害人 一起来报案 那除了郝小姐 更多的被害人都是和叶某年龄相仿 或者是年纪更大的老年人 家住家定的梁女士和金女士是表姐妹 和叶某年龄相仿 和叶某认识了近十年 原本两人只要遇到了问题 就会找叶某解决 解决问题 帮你解决问题 那我上次去的那方面 姐妹两个说的请叶某办事 实际上就是叶某自称 只要听她的话 可以改变运程 2020年 当时年近70的金女士 女儿遭遇车祸离世 她因而忧郁成疾 叶某告诉她 说让她染发就能恢复身体健康 然而花了大价钱 自己的健康状况 却并没有转好的迹象 再去问叶某 结果话题仍然绕不开一个钳子 这让梁女士和金女士起了疑心 原来一百块钱的事情 我就发觉她不断地就要拿钱 什么事情就拿钱解决 我就发觉不对了 还有就是不断地介绍你买产品 从核心素吃到铃子粉 切冰冲了不得了 除了这些保健品外 叶某还卖起了价格不菲的 能量金字塔 能量课程 本案中一个主要的关键的东西 就是它卖一个金字塔 就是像金字塔形状一样的 然后它就鼓吹这个金字塔 有能量可以帮助你实现愿望 这个金字塔它有三种 就是小中大 分别是一万三万和五万 多少钱呢 七千九百多 上市皆可 对 根据司法机关的统计 被叶某欺骗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 就有13个人 涉案金额达到了46万多元 而据这些被害人介绍 上当受骗的远不止这些人 那么其他人为什么不报案呢 叶某又是如何糊弄那么多人的呢 有文化的人就是一时被骗之后 醒悟了 过了一年多醒悟了 其实很多的这个被骗的人 其实是通过 劝说以后才醒悟的 当时自己是没有办法 从这个局中出来 因为他们始终相信 这个生活中或许偶然发生的好事情 就是因为叶某些行为 或者是金字塔的作用才起了作用 因为生活中肯定有好的事情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你一旦发生好的事情 你去跟叶某说之后 他就会说 哦 这是我的功劳 你碰到坏的事情 他就会给你推销其他的东西 他说怎么缓解这个坏的事情 围绕在叶某身边的 大多是年纪大 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人 一开始 叶某和他们一起做的是善事 比如说去敬老院 做一些敬老爱老活动 或者是组织一些放生活动 除此之外 他还会在网上向公众发布照片 告知大家自己捐资助学 捐献图书馆 在农村造桥铺路 其实就是捐一笔小钱 夸大自己的功劳 就这样 他取得了很多老人的信任 开始是那些中老年人 自己也有 平时也有去那个庙里面 烧香祈福的这个习惯 后面的那批人 全是大家互相介绍的 就是大家吹捧说 哦 他很有能量 他很灵的 你想一个人身处 这个环境中 大家都觉得 他是有先法的 慢慢慢慢地 被这个环境就感染了 所以在里面无法自拔 善良的老人们不会想到 一直带着他们 做好事的夜蒙 最后竟带着他们 进入各种骗局 在看守所里 记者见到了 这个能说会道的夜蒙 我会要上天啊 我说你为什么 我会让我有这个能力啊 能力去别人来找我啊 我一开始也没有找过人 从来没有找过人 都是他们来找我的 你说你有能力 你到底什么能力 我没有能力啊 你是不是很矛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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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说呢 我能力不能力 你把十句话写在肚子上 我现在把你 放在脑子里 你马上变得出啊 那我也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 那小孩你看考试 我跟你说 你们又说我村友 他们美国的一个 那个就是认真的 我也是给他们 冠军去了一个考试 相当好什么什么 我也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没有我自己的能力 都是上天 他们的能力 我有什么能力啊 直到这时 叶某依然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 面对检察官 叶某还是在信口开河 胡言乱语 我提审他的时候 他还试图这个 就是忽悠我一下 他就来一句 他说你们家有没有孩子 我说有 他说我有办法让你孩子 这个不读书 也可以考清华北大 你小孩 比如说在单级里面 二十五名 你看你做个试验 你把他的照片 我跟你说 语文数学英语 我可以张到他脑子里面 不是我吹牛 嘴里说这不是吹牛 其实叶某全都在吹牛 说起他当初吹嘘的 能解决问题的能量金字塔 他也试图把自己的责任推脱掉 那个金字塔跟你本人的能力 有没有关系 没有 完全是不得告的 但你为什么要告诉这些人 要叠好红纸包放在里面 也是前面人教我的呀 是别人教给你 你再教给他们的 对的呀 不是我想出来的 放进去 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作用 我刚才说了 他们也说信者有不信者 我也说了 一句信则有不信则无 叶某完全不承认自己 在欺骗别人 你骗了什么东西啊 骗他们什么 这个你说骗了也谈不上 因为我大家都相信我 我这一说呢 他们去买了 就是 相信什么 相信什么 就是人缘关系嘛 大家都很好的 现在是翻脸了 你记得吧 不是人缘 你怎么说的吧 就是我说 我买了一个 吉祥物 买了个卡 这些人 我真的是拼了命 帮他们说 完全晚上都不睡觉的 真的是拼了命 帮他们 现在是你看 告到我这里 而通过推销 所谓的能量产品和课程 自称 可以帮人设计形象 改命运 吹嘘 可以帮人请神仙治病 叶某从身边的人那里 获取了大量的金钱 当我进去的时候 应该来是一百多人 按照好小姐的说法 被叶某欺骗的 肯定不只是在她影响下 报案的这13名被害人 而直到叶某被捕 不少受害人 还因为被洗脑洗得太厉害 尤其是一批老年朋友 没有醒悟过来 也没有报案 所以最终检察机关认定的 叶某的犯罪金额 是46万多元 回想起自己和身边人上当受骗的经过 好小姐觉得叶某非常善于把握人性的弱点 能够接触到她都是本身就是有点脆弱的 或者是工作上 身体健康上 或者说感情上发生点坎坷 但大家都很无助 是内心很需要跨到过这道坎的时候 惊人介绍 因为很多人都想改变命运这种感觉 就是你想要什么愿望 她都能帮你实现 我想这个诱惑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 其实上是非常巨大的 年近80的被害人石女士 也曾经落入叶某的陷阱 我没钱了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 不得再问你要钱了 想不到吃了一个月 她觉得不到底要钱 不到底要钱 他有没有说 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呢 他什么说 我帮你呢 我拿点钱不可以啊 嗯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假如你不给他钱 他就请证明 我们自己上面 可能就是看法准备 还有不少受害人 因为害怕受到指责 选择稀释宁人 瞒着家人吞下苦果 发现很多人就是埋在杀自己的鸵鸟 就是我知道自己做一件愚蠢的事情 但是我不敢面对自己的愚蠢 我就宁可去把它合理化 我就告诉自己 我做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呀 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肯承认我就是很 是愚蠢了一把 我就被骗了 所以他们就在这条路上 他们不肯回头 就骗了一次 他还会有第二次 他批了那么多层 合法的外衣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把被害人的钱财 跟这些法务也好 课程也好 放生的活动也好 对接起来 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所以到最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案子的背后 就是你如果想要实现多少愿望 你想有什么愿望 那你就需要把这些钱 这些物帮你的愿望捆绑在了一起 所以这个案子当中 这个被告人 这个行为人的主观的 这个非法占有目的 是非常凸显的 面对叶某 有求于他的人就是弱者 他们以各种途径 将自己的钱送给叶某 却想不到叶某是如何看待他们的 我不就 我现在为你确认吧 谢谢这些人 你看看 不是有魔病的 神经病啊 我就 我问你什么 你回答什么 你不要扯都没有 那现在他们都是展账 有展账的记录的 没有展账 这根本是 我不会帮他们买的 事实上 叶某身边也有人发现 他脸才无度 而提出反对的 不过 通常叶某第一时间 就把不同意者 踢出群组 并要求别人孤立他们 但竭力想掩藏的真相 是经不起查账的 从最早开始到现在 你自己获得了多少财富 我谁拿过一份钱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我真的是不用钱的 我不用钱的 我不用钱的 什么时候老婆 我问你 你的支付款是你老公在用是吗 是我在用的 发出去发生的 都是一个人在用 是谁在用 是我自己啊 记者也了解到 很多受害人年事已高 大部分人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面对争议 不少人把上当受骗这件事 全当买了个教训 为什么你会被他骗 就是因为你已信 因为我们一旦生活当中 发生困境 你没有去找自己的原因 你就是希望有外界 有一个 外界神一样的力量来帮你 只要你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在 就他很容易就能够 看出你 他能够感觉到你有多相信 多相信他 他开的价格就越高 按照案件受害人的情况看 老年人是其中受骗最多的一个群体 犯罪嫌疑人投其所好 从心理 经济 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 对老年人发起攻势 时至今日 值得大家深思 人身陷其中 不是卢山真面目 其实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多跟家里的人 或者多跟亲戚朋友 聊一聊这个事情 因为局外人一下子就明白 这个是诈骗 骗数并不高明 骗数不是特别高明 但是因为本案受众的大部分是 老年人和家里有一定不幸的 不幸的人 他的内心的情况比较脆弱 他希望找到一根稻草 或者找到一个倾诉的人 在被批捕后 叶某明白了自己涉嫌诈骗 为了减轻罪责 只要有受害人拿出凭据 他就让家属退钱 虽然叶某口口声声说 自己退赔了三百多万 而实际上 检察机关认定的叶某的犯罪金额 不到五十万 如果叶某说的是真的 可想而知 有多少被害人 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 被害人沈女婿的想法 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公安中不少被害人 都是在公安机关上门调查后 才选择报案的 这反映了他们的维权意识 是有待进一步提升的 同时呢 这也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这些涉案金额 又直接影响到 后续的定罪量刑 在此我们呼吁大家 一旦受到不法侵害 要第一时间同公安机关报案 让不法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2023年3月24号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诈骗案件 做出了一审宣判 被告人叶某 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因为很多时候老年人 就是因为没有倾诉对象 很多时候心里别的事情 要跟别人说 包括自己的一些心理需求 没有办法去正常地表达 所以才会寄托于一些 所谓的宪法 所谓的课程 所谓的放生 这些去实现他自己的愿望 所以作为子女也好 作为亲戚朋友也好 多去跟老人进行交流 让他正常地去 抒发一些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对于这个老人防骗 是最主要 也是第一道的这个防线 好装修 在上海 上海整装 源自29年巨通装饰集团的 上海本土整装品牌 家装行业企业 标准临跑者称号 全国层层严苛临选 上海整装公司 仅上海整装一家蝉联 家装省心再整装 整装放心选临跑 上海整装第四季 五五家装购物节 每户最高可享超十万优惠 拨打装修热线 616个0 到上海整装 38家门店定装修 特伦苏 限定专属牧场 成就4.0克乳蛋白 130毫克原生高钙 营养每一个更好的你 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伦苏 装修前一定要看的八件事 看全包 一站式拎包入住 概念原创品牌 看价格 闭口合同一口价 看设计 互加300位高级设计师 看质量 质量不合格 该项目砸掉重装 看石工 互加严格遵循 红钻5.0石工工艺 看口碑 互加业主满意度达到98.7% 看售后 隐蔽工程长久保修 无限时 装修热线3155个7 3155个7 这种人太坏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您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了解热点按键 寻求法律服务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古典园林光影秀 深城满亭坊 在世博文化公园 深圆正式对公众开放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 打造上海涅益本 新地妙 主力是上海 主力是STV 她曾经穿着一支 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 我能从之前的阴影里面走出来 重获到人生的这种自信 和我拿每一次奖牌 它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人生的每一个赛道 她要全力以赴做冠军 哪怕我们是残疾人 我们一样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 女性亲自养成节目 《我的妈呀》 4月24日 新闻综合频道10点30分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喜鹊悠扬婉转 总是很近 像有话就说的直信字 班鸟四处嘀咕 总是很远 像羞鱼入场的迟道者 麻雀总在叽叽喳喳 多像我们小时候 仿佛总是晴天 布骨总在远远的路上 多像我们的木炎 仿佛总是阴晴不定 诗人余孝中的这首 《古语日文踢鸟》 在哀愁幽思中 用鸟鸣声呈现了古语时节 与生万物的画卷 古语依后凭始生 扶瓶不能惊霜 此时气温升高 意味着倒春寒一类的降温 不会再发生 二后明鸟拂起雨 明鸟欲试春将结束 市里的喜鹊 班鸟 麻雀与不孤鸟 不仅令大地 回荡着重骨的回升 更展现了 生命的各异与丰美 而这个时节 去数着立水道的决菜 也正鲜美 但这类苦味菜 吃之前要用水浸泡两个小时才好 古语三招看牡丹 汽上一杯鲜浓的古语茶 闻一闻华美盛放的牡丹香 味觉嗅觉与四肢 在这回暖湿润的草木人间 尽情地舒展 谁都想不管不顾地 沉入着牡村的芬芳中 如同诗人最后写道 我愿意是雨中的一棵树 只管枝繁叶茂 亚苏你在干嘛 我带眼泽尾去烧呀 公园绿地里的野菜 可以摘来吃吗 那是公共的地方不能乱摘的 它的安全运化很大 带回家以后 不知道它到底是能吃 还是不能吃 那么没有食品检验局 它检验出来的是 什么样的呢 这要有科学一句说话 据统计上海的野生蔬菜 大约有120多种 其中有许多 因为阿姨所喜欢吃 食用量大 比如祭菜草头等等 已经成为常年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的蔬菜 可以放心使用 而生长在公园 或者小区绿地里的野菜 生长环境和过程 那都是一笔糊涂账 吃进嘴里也有不小的安全风险 比如有的野菜生长在重金属含量 比较高的土壤当中 大量食用可能严重损害健康 再比如长在路边的野菜 长期被汽车尾气污染 致癌物多环方钦的含量很高 对身体也不利 另外有些有毒植物 长相互似野菜 没有经验 根本识别不出来 那一旦吃下去 也有中毒的风险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想吃野菜就要去正规的渠道购买 自己在公园绿地摘这种事 还是不要做为好 特伦酥限定专属牧场 成就4.0克乳蛋白 130毫克原生高钙 营养每一个更好的你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酥 一定要看的八件事 看全包 一站式拎包入住 概念原创品牌 看价格 闭口合同一口价 看设计 护加300位高级设计师 看质量 质量不合格 该项目砸掉重装 看石工 护加严格遵循 红钻5.0石工工艺 看口碑 护加业主满意度达到98.7% 看售后 隐蔽工程长久保修 无限时 装修热键 315 5个7 315 5个7 妈以后有广电5G帮我的忙 给你打个电话 这是妈新的192号码 以后还是我生日 嗨 我在东方明珠 哈喽 嗨 是不是特别美啊 长白山蓝梅 产地之彩 减50%这糖 多35%蛋白质 减糖又好喝 阿木西AMX产地之彩系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